嗨,大家好,这一节课我们来运用之前讲解过的知识 来制作出这样的一个三维图片展示的一个效果 好,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样片 好,非常的酷 就是有这样的,我们来看看这个样片 首先我们把一个单独的一个图片 它制作出这样的一个分割开来的 用蒙版来分割开来的一个三维的感觉 在这边还有这样的一个摇晃 然后转场的一个效果 当转场之后,它又会展示出另外一个图片 然后这个另外一个图片 它的这个蒙版又有稍微一些不同 好,那么我们来新建一个工程 我们来手动制作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Compute加M 进入一个新建一个合成 1280乘以720 然后时间我们不需要这么长 我们让它8秒钟的时间吧 好,点击确定 然后在这边 首先我有两张这个追逼族的图片 首先我们把第一张图片拖进来 拖进来之后 那现在我这个图片的分辨率 是1920乘以1080的 那我们就在这边对它进行一个变化 让它跟我们这个合成大小一样 在这边可以选择这个适应复合高度 好,那么它现在就跟我们的合成高度是一致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这边它把一个图片分割成一二三四五五个这样的一个门板区域 那么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图片来复制五次 Compute加D 一二三四五 好,复制五次之后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对每一个图片来制作一个门板 那么我们就用这个钢笔工具 在这边我们先对最顶部的这个画一个区域 好,让它稍微大一点 好,然后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独显 独显之后 现在我们选中第二个图层 继续给它 现在我们是给第二个图层添加区域 那么第二个图层 我想它的一个区域是这样的 好,或者让它拉高一点 好,让它 显示出来 那么我们第二个区域就制作好了 第三个区域 那么我们就这样给它画 好,让它显示出来 那么第四个区域 我想它在这一边 好,显示出来 那么现在剩下的这个 就是只剩下这一块 我们就不需要再画了 那我们把它全部显示出来 那在这边我们看到的这个图片 还是原来的图片没有任何的区别 但实际上每一个层我们都是把它分割开来了 好,那除了最后这个是一个原来的图片 那么我们不需要对它进行一个蒙版 那么我们把它分割开来之后 那么我们要把它按F4 按F4就会切换到另外一个显示模式 那你也可以点击这个按钮 F4 在这边我们选中所有的图片 开启它的一个3D开关 好,开启之后 那么我们来新建一个摄像机 在这边我们选中一个28毫米的一个稍微带广角的一个摄像机 点击确定 好,然后现在我们来进入这个摄像机的一个顶视图 来观看一下 那么现在我们的摄像机是在这个区域 然后我们所有这五个图层都是堆积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要让它错开一点 我们选中除了第一个图层以外的后面的几个图层 我们按P 调出它的一个位置信息 好,那么让它向后螺一些 好,这时候我们按住Ctrl键 把第二个图层去除掉 接着在这边继续往后螺 好,然后我们把这个第四个图层 这里面的图层去掉 继续让其他图层往后螺 让它们每个图层都有一个间距 好,然后现在我们选中最后这个图层 把它最后这个是我们没有加上MAS的这个图层了 那么我们就把它拖后一点 好,那么现在我们回到活动摄像机 就看到由于我们推开了这个距离 所以它现在就有这样的一个立体交错的一个感觉 但是我们这个背景的地方就楼空出来了 好,那么这时候我们就选中所有图层 按快捷键S调出它的一个缩放值 那么在第一个图层这里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放大 在这边我们看到有这个蒙板的一个显示 它就是原来的这个蒙板 所以现在我们先对这个摄像机做一个动画 让它在一开始我们调出它的一个P 让它一开始是在往里面一点的效果 那现在我们推动这个摄像机 就看到有这样的一个三维的一个效果了 好,让它在三秒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它在三秒的时候 来到我们现在这个状态 K上一帧 要在一开始我想它是在里面一点 所以让它穿入进去 好,那么现在我们的摄像机就有这个向外拉出来的一个效果 好,这时候我们选中第一个图层 在它最后的时间改变一下它的一个大小 我们注意这个框 这个框要跟我们这个合成的边框 不要脱离的太大 不然就会显示不全它的一个效果 好,我们稍微把它改大一点 你要接着我们选第二个图层 在这边 好,把它放大一些 好,注意这个框 跟我们的这个合成的边缘 不要距离太多 好,接着是这个图层 那么把它放大一些 好 同样的 这个图层 我们留意这个边缘 要对它进行个放大 那么是最后这个没有将mask的图层 那么我们也把它放大一些 好,那现在我们就基本还原出我们原来的这个图片的一个效果了 但是我们来播放 那么我们的摄像机是有这样的一个动画 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效果的一个展示 那么它在这个边缘处是有一些高光 还有一些投影 会让我们每一个蒙版的这个图片看起来会更加的立体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对这个效果来进行优化 好,那么我们选中第一个图层 给它添加一个效果 首先我们给它添加一个动态拼贴的一个效果 把它附加给这个图片 好,这个动态拼贴的效果是 让它在其他的边缘可以有一个镜像的边缘 那以至于我们这个 如果这个摄像机运动的过大的时候 就不会有一些边缘露出来 所以我们勾选这个镜像的边缘 那么它就会完全根据我们这个图片翻转过来 即便我们摄像机看到这边是没有我们这个蒙版的 它也会动态拼贴直接跟我们的这个镜像到另外一边 所以我们要把它的一个输出改成200 好,然后接着我们要给它添加一些高光 那么在这边我们应用一个生成里面的一个CC扫光 好,点击进去 给它添加进去 那我们新建一个过代层 给它展示一下这个效果 添加CC扫光之后 它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扫光的效果 然后在这边我们可以移动这个扫光的一个位置 在这边可以改变这个扫光的一个角度 然后这里可以改变它的一个扫光的一个宽度 亮度 那我们知道这个扫光的一个基本应用之后 那么我们在这个合成里面 我们现在就是想在这个边缘处有这样的一个高光 所以首先我们要把它的一个角度匹配好 跟我们的这个边缘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在这边选中跟它同一方向的 然后接着我们要把这个中心点挪到跟这个边缘交界 几乎相接触的一个地方 那么现在我们就看到这个高光的出现了 那我们把这个高光改成一个圆滑的高光 把它的宽度再加一点 好 那么在这边我们就看到有这样的一个高光出现 还可以增加一下它的一个强度 好 那现在我们来调整一下它的角度 好 把它的一个强度不用那么多 宽度缩小一点 好 那么现在就有这样的一个高光了 那除了这个高光啊 还不能够满足我们的要求啊 那我们再给它添加一个投影 好 应用到这个图层上面 那么投影就是我们要也要找对它的一个角度啊 在这边一定要跟这个边呢相互垂直 所以现在我们这个边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投影要这个方向 所以我们现在移动到这个方向 那么我们把这个投影的一个墙不透明度加大一点 然后距离加大一点 那么就现在就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投影出现了 那当然我们不需要这个投影这么明显啊 好 我们把透明度降低一些 增加它的油和度 不要让它有一个硬边出现 好 把不透明度再减低一点 好 那么现在我们的效果就制作好了 那么我们就把这三个效果 按Ctrl加C复制 好 然后我们找到后面的这几个不同的蒙版啊 选中它们Ctrl加V 把这三个效果全都粘贴到它们身上 好 然后直接开来 那么复制过去之后啊 我们还要对它进行一些稍微的调整啊 因为它们每个蒙版的一个角度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边我们要找到这个方向啊 这个扫光 好 移到跟我们的这个边缘一致的方向 同样要改变一下它位置 让我们这个扫光跟我们这个边缘啊 差不多接触 那么我们这个扫光才显示出来 好 然后投影的一个位置也是要跟这个边缘相互垂直 所以要把它螺到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就看到我们这个投影了 好 非常快速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处理这一个蒙版 那么还是老样子 同样的 首先我们找到它的一个边缘 螺到这边来 调整它的一个角度 好 然后我们调整这个投影的一个位置 让它跟这个啊 线条来相互垂直 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投影就出来了 好 那么还有这个 这一块 那我们就还是要调整这个扫光的一个位置 螺到这边 好 调整一下它的一个角度 那么接着我们就调整这个投影的方向 跟这个相互垂直 所以我们就要旋转到这边来 好 那么最后这个底层啊 其实它不需要投影了 那我们就把它的 除了这个动态拼天 把这个扫光 还有投影都可以删掉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制作出这样的一个立体的感觉 好 然后我们来播放看看这个效果 那么我们这个图片啊 就制作出这样的3D这个切片的效果 好 然后我们还可以怎么操作啊 我们选中这个摄像机 那现在它是单纯的这个拉近的一个镜头啊 那我想它这个摄像机更符合真实的一个要求 所以它会有一些抖动的效果 我们按摄像机的A 对它的一个目标点啊 添加一个表达式 所以在这边我们按住Alt键 对它这个描表 开启它的一个表达式 我们输入一个 同样是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解的 我现在这个AE崩溃了啊 那稍等一下 我一会儿再回来 好 那么由于软件的崩溃啊 我刚才有很不幸的要重新再做一遍了 所以在这里面要告诉大家 通过AE设置自动保存的一个重要性啊 好 那么我们来继续讲解这个案例啊 那么我们回到这个摄像机里面啊 我们要让它除了这种拉伸的一个效果之外啊 还有一种模拟真实的一个效果 那么我们按摄像机A 按Alt键对它的一个目标点 开启它的表达式 那么给它添加一个震动的表达式啊 Vigo让它每秒钟震动0.7次 那么这个频率啊 不算太大 然后让它震动幅度是40 好 那么加了这个表达式之后 那么我们再来播放看看 哎 那现在我们这个镜头拉伸啊 就有这样一个抖动的效果 那么就更符合我们这个3D图片的一个效果了 那你如果想把它的一个幅度不要那么大 或者让它增加一点震动频率1.2 好 我们再来播放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抖动效果就会更平凡一些 好 那么在这边我们把它改成0.9 好 就合适了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制作一个转场的效果 就是当这个图片展示了一点时间之后 就会向上滑动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场效果 转到另外一个图片上面去 好 所以我们这个摄像机啊 现在是我们来调出它的一个属性 它在0秒到3秒的时候 是向上 向后拉伸 然后接着我要让它向上滑动 所以这时候啊 我们新建一个空节点 那么让这个摄像机作为这个空节点的一个纸集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空节点来控制摄像机的运动 那么我们就调出它的一个P的位置 让这个空节点在3秒的时候 在这个位置 然后在第4秒的时候 向上拖 那么看到啊 现在我们即便超过了这个距离 那由于我们添加了动态拼贴 所以我们这个会完全镜像出一个一模一样的这个图片 也不至于我们把这个镜头啊 向上拖的时候 下面会出现一些穿搬的一些效果 好 我们继续把这个位置摞高一点 好 大概这个高度就可以了 那我们再来看看 当它向后拖的时候 然后向上拉 好 我们随着我们摄像机啊 在运动 我们这种三维图片切片的感觉啊 就会更加明显 好 那现在我们这个镜头啊 就制作完毕了 我们选中所有的图层啊 Compute-shift-C 打包一个预合层 改成一个场景1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场景1 好 然后在3秒展示这个图片 3秒到4秒的时候 是进行一个切换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是要制作一个转场的一个效果 那么我们来新建一个 矩形 好 然后把它的锚点放到这个中间去啊 接着按Compute-D 复制一次 再复制一次 选中这三个图层 或者我们只选中上面两个图层 按P 那么我们把这个第二个图层 挪过来 挪到这个位置 然后第三个图层 挪到最右边 好 然后我们现在选中这三个图层 按P键 调出它的一个位置 让它一起移动 移动到中间这个位置 好 然后在第四秒的时候 我让它转场结束 这时候第四秒 打一个关键针 在第三秒的时候 让它们全都在这个位置 好 这时候并且对它们的这个时间线切断掉 好 在前面这部分我不想看到我们这个矩形啊 那么在三秒到四秒之间是一个转场的效果 好 那么接着我们对这个形状 第二个形状 让它螺后两帧出现 那么这个就螺后四帧出现 好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 我们的矩形就这样一个错开的位置 好 那么这时候选中这三个矩形啊 Compute Shift加C 给它打包一个预和桶 名字改成Mux 好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转场的蒙版啊 好 那么我们现在按F4 这个场景一 就是要用到这个Mux的一个 α反转遮罩 好 也就是说 在它有出现的时候 我们这个场景就不出现了 所以我们它在第三秒的时候会出现出来 那么它出现了 我们这个场景啊 就消失掉 好 为什么让它消失掉 那实际上就是要让场景啊 出现出来 好 那么这时候 我们把这个场景一按Compute加D 复制一次 好 它就变成场景二了 我们把场景二拖过来 那么这个场景二 肯定是在三秒的时候才会出现的 那么我们就把它挪到 一开始挪到这个三秒的位置 好 那么看到 当我们这个切换的时候 我就录出我们场景二 是不是 好 那么这时候我们双击进入这个场景二 由于现在场景一和场景二都是这个图片 那么在这边我们选中第二张图片 好 在这里介绍给大家一个替换图片的一个技巧啊 由于我们这个图片啊 是添加了很多的这些效果的啊 而且还还有里面的一些位置信息 我们来看看啊 我们选中sp 它里面的一些位置啊 还有说放啊 都是做了一些调整的 如果我们直接把它拖过来啊 实际上它是我们还要重新对这个图片啊 重新切片调整了 非常麻烦 好 我们把选中这个图片 在这个合成里面啊 我们再选中这个图片 好 然后这时候按住out键 一定要按住out键啊 它就会直接替换我们这个图片 并且保留应用在这个图片的基础上的所有的参数 注意了 那么所以我们有五个图层 那么我们对每个图片都按住out键来对它进行一个替换 好 那这样子啊 就非常快的替换掉另外一个图片出来了 那么我们回到这个合成里面 再次看看这个效果 首先场景一 好 然后切换 切换到场景二 对不对啊 非常方便 好 那如果你想制作出这样的效果 好 那么它这个场景二 它这个切片是跟场景一不同的 但是啊 技巧都是一样 你就对这个图片 好 对它进行一个重新的切片啊 复制几层 那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啊 它里面其实还加了一些细节 就是像这种炫光啊 我们直接把一些炫光的素材添加进来 然后给它改成一个叠加模式 那么就可以了 然后还有这些图片上面啊 它是进了进行了一些调色 然后还有一些纹理啊 把它一些这种有折衡的一些纹理啊 把它叠加进来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案例啊 就是综合用到了我们之前所讲解过的一些知识来制作的 那么通过啊 前面五章节的一个课程的讲解 那么相信大家已经是对A1啊 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了 那么在学完这一套A1的基础教程之后 那么相信大家完全可以运用自己已经是掌握的一些技巧啊 来制作一些项目或者是工程 好 那么关于A1的基础教程部分啊 我就讲解到这里 那我们在A1的进阶课程再见